真的我請教一下蔡委員 這一次民黨中央動員 真的每個人都有KPI嗎 我先再正好補充一下 那都有第九分 Frendy也都收起來了 這個我覺得說這一次的KPI 這個真有趣 因為我們事實上 我們知道這次的公投 傳統的一個動員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四個不同意 我們是需要大家一起來支持 因為我們還是擔心 像過去在罷免3Q的時候 真的就是大意嘛 我們沒有動員 事實上3Q他可以吹出這麼多 這真的空氣評 也嚇到嚴家 也嚇到我們 可是我們從那一次知道 你不管是面對罷免也好 面對公投也好 你不能夠去大意 因為你一旦 因為你沒有去動員 然後輸了 那是真的做萬壇 所以當然說在這個 要去做自由基層的一個號召 然後要去鼓舞他們出來 投公投票 每一個選區會有每一個選區的狀態 你想說 可能我們南部 你在嘉義現在是什麼氣氛 我們現在大概氣氛是還不錯 大家都蓄勢以待 蓄勢以待都很期待 所以真的要南票北斧了 我是沒想到南票北斧 不過我們就是把我們的投票率要 要吹出來要拉高嘛 所以他就是QB要訂了這個 蠻厲害的啦 因為他就把它分四個等級 因為每一個地方民進黨的優勢 或劣勢狀況不一樣嘛 你像我那裡就變成說 是那個超級優勢區 超級優勢區 有的可能會搬單 就自然等自然就出來 你看他訂了這個 我壓力就很大啦 你訂等得票率多少 我的得票率是58% 你現在蓋沒有58% 你就會更要求黨中央頂啊 不要想我頂 所以他頂這個起來就變成 我逼得說我必須要加倍努力去 去號召選民去來投這個公投票 因為可能要到達要到達55% 自然會到達 可是你要在58%以上 還要超越 那就要用很NINALA 就真的要拚命 所以像這種這個定KB 這個還蠻厲害的啦 你說我們也像我昨天 我也趕快簡訊也發出去啊 我就看到裡面 有哪些工作 他就有列舉工作給我們看 那我們該做的也很紮實的啊 你說明會辦了幾場 我說明會已經辦了八場了 而且我還跟大家報告 我昨天 昨天因為我來不及坐高鐵回嘉義 所以我還特地兩點半 去搭桶連耶 搭桶然後桶連事實上 就是晚上十二點過後 我就坐去嘉義 我是要坐去台南新娘 就搬車回來嘉義 為什麼要坐到幾點 我坐剛才6點 昨天車上睡一小時 剛才好我看 我們7點 我在2點燒菜汽仔 7點50 就在布袋燒1點燒菜汽仔 我就是要關這兩點燒菜汽仔 所以我早就坐2點半的桶連 一隻 坐去台南就趕回來 對啊 你今天這樣說 黨中央都沒有聽到 嘉義的鄉親都沒有聽到 菜汽仔阿公阿嬤阿伯 菜汽仔也有去啊 路口我也有騎啊 不管有誰要找我去的 我也都去走港啊 所以他自己拚 所以真的就是真拚啦 我覺得這座 因為事實上大家會這麼拚就很簡單啦 因為我們執政嘛 執政你現在面對了 這四個公投基本上都是對我們執政的一些齁 一些出招也好啦 還是說對執政我們的一些他不信任 而且如果這四個公投過了 還真的會變成蔡英文未來這兩年的一個危機 不管他接下來這兩年要怎麼面對跟美國 或者是他們在於整個能源的一個配比的 一個用電的一個穩定 這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公道 任何一個過的都會變大災難 未來兩年大災難 所以我們基於說 好你說2022就是前哨政還是怎樣 可是我們知道這兩年執政就是看這個公道 所以大家真的從上到下 我覺得這個時候也沒有在分什麼 誰怎樣誰怎樣 就大家都很拚 好我們稍後回來